一定的烤鸡特价只要1680 随性拿起商品叫賣 其实这可是有技巧的 我们叫賣商品最主要就是要 吸引客人的眼光 然后如果他眼光没有的话 我们身一定要够大 八年级生陈元如毕业之后就进入职场 去年考上量饭店的主备干部 短短不到一年就升任客长 月薪就有四万元 跟同学比起来心情好很多 这些就的优点是 你可以发现到你在学校到底学到的 在你实职工作上到底有没有运用到 进而你可以选择再去进修 量饭业开出三百名储备干部职缺 起薪就有三十五K 其中有不少大学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先投入职场可以更了解之后的兴趣 假设今天这件工作不适合我 那我还可以趕快趁现在赶快换 大部分人年轻人 他的头脑不是只有聪明而已 他对于很多的应变能力 他对于很多科技化的学习能力 是很快的 六月毕业季即将投入职场的新鲜人 到底先工作还是再进修 今年似乎有志一同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高达九成六选择先就业 是十年新高 比如说再进修念一个学位 可能这个投资报酬是比较低的 还不如先进入职场累积一些 实务经验 那如果真的觉得 未来有不足的话 再继续这个去念一个 这个好一点的这个学位 学历贬值让念硕士不再一窝蜂 比较企业改新部分 学士月薪约是二十六K 硕士二十八K 两者相差仅两千零六元 此外选择就业的新鲜人当中 对于本土企业兴趣最高的达到七成 另外有两成六希望自行创业 手摇三十秒钟就能喝到 天然甘甜的冷泡茶 他是三十一岁的陈毅荣 当年考上台大音学系 念了三年发现志不在此 因此转读经济系 投入职场一段时间之后 决定创业开冷泡茶公司 你没有当过员工 其实很难知道怎么当老板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因为你当员工 我当员工的心情 那再加上我之前的工作 也是做商业管理 策略管理这几块 那我会觉得说 有那样子的一个 大型的企业的一个训练 比较让我知道说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需要注意哪些 想创业过来人建议 先当员工再当老板 并且努力累积人脉资金及经验 比较能够降低 创业失败的风险 现在年轻人求职面向更多元 用行动向毕业及失业说拜拜 记者陈正茂江红台报导